各位听众好,我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执行副总编辑邓嘉玲 我想跟大家谈谈如何增加复原理 内容出自本刊精彩的文章 所谓复原理就是指遇到挫折,可以很快复原的能力 可以用在组织上,也可以用在个人上 经理人都知道,要建立一个复原理强大的企业 关键在于敏锐的分析能力,包括量化和直化资料的分析 然而我们却很少运用各种企业管理的工具 来衡量或加强我们自己顺应环境 以便调整成长和成功的能力 其实我们应该要善用各种企业管理的工具 有三件基本事项可供你运用 来衡量、管理,而且强化你自己的复原理 就像你增强公司的复原理一样 第一件事是行作记录 如果没有好好的做记录 上面所说的那些评估公司经营状况的工具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建立个人的复原理 如果把正向的人际互动、生活事件和回忆化成文字 这样子产生的价值高于其他未化成文字的活动 你可以用简单的分类方式 像是家庭、朋友、工作等 然后记在笔记本里 或是把这些资讯输入四算表 做成一个数位的感恩日志 然后把这些内容加上主题式的标签 第二件事是创造价值走高的市场 当投资人增向进场时 金融市场就会活络 同样的,我们鼓励正向买家进入市场时 我们自身的复原理也会跟着提高 这件事情做来不难 因为正向是有社会传染性的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的态度变得很正向 就会鼓励别人也更为正向 而这会回头过来 产生一个正向良善的反馈回路 我们自己的复原理会因为别人的行动而增强 第三件事情是定期的检查报告 企业定期检查财务状况 有助于企业复原理 同样的,人们如果要加强自己的复原理 也应该定期检查个人的正向数据 这么做不止能够提供你一些深入的想法 采取行动来改善自己 也让你有更多的正向互动 并且接受别人表达感激的意思 而提高你的复原理 只要定期检查你的正向能量有多少 你的复原理就会变得更强 因此不妨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 来庆祝和思考一下自己的正面能量 以上截录至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说明可以做三件事情来恢复复原理 分别是请做记录 创造价格走高的市场 以及定期检视报告 谢谢收听 也欢迎您来阅读 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